当天的峰会上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公布并施行 成为会场内最热话题 与会的台湾企业家们表示 大陆方面再推会台利民措施 让大家信心倍增 暖心倍智 新的26条措施将进一步帮助台资企业 加快科技创新 降低综合成本 抢抓发展机遇 实现更好发展 新的26条里面 应该说一条一条可操作性都是非常强 而且针对性很高 一看就懂了 此次峰会向台商发出清晰信号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在资金 市场 技术 人才等方面各举优势 只有在相互开放中融合发展 才能更好应对国际风云变换的挑战 大陆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台商投资新业的最佳选择 融合发展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两岸互利共赢的必有之路 譬如说 5G的建设设施 台商可以参与 那么未来这个民航机场的建设 及管理 台商可以参与 那么很多的像新兴的一些产业 观光旅游 主题公园 等等的台商都未来 融合整个大陆发展的趋势 提出来的一些会台措施 我觉得这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措施 当然 我们更感到温暖的是 这个领事保护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是很开心的 现在开始应该可以有更大的 这个安全感在全世界来走动 感谢观看